以中日钓鱼的争端为契机,日本大力发展军备,向军事大国挺进。 有分析认为,实际上日本的野心早已超越钓鱼岛, 而日本近年来的举动也表明, 自卫队正向着迈出国门,参与海外作战的方向前进。 究其根本,日本的核心战略是所谓正常国家,包括政治独立,军事正常化, 而日本一系列的扩军恰恰正发生在新的甲午年来临前夕。 有观察指出,中日甲午战争产生的自大政在日本一直挥之不去, 因此,日本一直存在一种甲午年是日本利用神力改造国运的重要年份, 以神道为国家精神的许多日本人相信神明并崇拜神力, 特别是对甲午之年有着挥之不去的天佑日本的神奇期待。 1994甲午给日本带来了四十几年强兵好运, 然后后来虽然战败了,但是1954甲午又让日本重新自卫队可以成立, 然后信心恢复, 那所以呢,他会觉得说甲午对日本人讲叫做个神奇, 但也有人讲是神力,叫做神奇, 但是呢,他并不是说甲午开战, 并不一定说明年甲午年要开战, 他中间有甲午开运。 1894年,日本竟然史无前例地战胜了当时世界排名前列的大清帝国的强大海军, 从此改变了亚洲格局,使日本走向强盛。 在甲午神奇下,日本随后又发起了两场大规模的军事战争, 即1904年的日俄战争与1914年的日德战争, 这两场在中国土地上展开的战争也均以日本胜利而告终, 并使日本急速膨胀侵略掠夺的野心, 并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但终遭惨败。 而二战后,面对一片荒芜的战争废墟, 日本期待再有一个甲午神奇。 1954年的甲午之年, 因侵略战争被剥夺武装力量的日本居然恢复了军事武装, 正式成立了日本自卫队。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 日本重新恢复了过新年的传统。 同年,日本实施经济调整政策, 开始推动战后日本高速经济增长。 此后三十年来, 日本从一个衣食不保的战败国, 一跃成为了世界经济大国。 如今,甲午年的再次到来, 又唤起了部分日本人一厢情愿的幻想。 一些社会舆论甚至认为, 安倍晋三在2012年重新出山, 没开二度再任首相, 也是神力安排的安倍宿命。 那么今年呢, 我认为如果按照安倍这样一个思路, 成为一个安保年, 按照他的这种做法做下去的话, 我想这一个甲午年, 对人民来讲, 未必是幸运的一年。 日本扶桑社近期出版一本名为 《2014中国将崩溃》的书, 荒唐的认为,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动画, 国内矛盾的多发, 中国将陷入所谓崩溃的危机。 而在2013年最后一长力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 201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 中方如何看待中日关系的未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 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120年前的中国, 我们完全有能力, 有信心捍卫自己的国家主权, 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